歡迎大家收看《講英講英講波經》 今天又只有我一個人做節目 為什麼呢? 因為阿Donis 去了歐遊 有錢的朋友趁節休息 跟小朋友去了歐洲旅行 所以繼續只有我一個人做節目 要等到他明天回來英國 之後我們會再夾時間 才可以做到英超的回顧 或者回顧的節目 今天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想說一說Mike Arsino 剛剛阿仙奴遇了一場球 大勝狼隊 最主要我想說Galazaga的離隊 以及由加入阿仙奴到現在離隊的故事 或者事跡 在節目開始之前 還是呼籲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多點留言分享 也可以用Superfan去支持我們 好,節目就馬上開始 如果有看阿仙奴最後一場球 因為其實英國沒有直播 因為英國播了兩隊鋼班的賽事 然後另外一場應該是播放白禮頓的賽事 所以其實我沒有在電視看阿仙奴的整場比賽 只能夠用一些方法 在網上再看 如果沒有看的話 我未必會拿回來看 因為本身的場比數 對排名沒有什麼特別影響 其實最後一場賽事 最特別的 為什麼我都會重溫 因為這場球 就是沙家的告別之戰 因為有傳 他走了 今來的夏天 將會轉換去利華古順 雖然還未官宣 但我相信這個應該是事實 即將會發生的事 好,說到沙家 相信如果是阿仙奴球迷都知道 他屬於後雲家年代簽入的球員 當時在2016年 當時由無算加白簽進來的時候 用4300萬磅 其實作為阿仙奴球迷 當時大家都滿為期待 因為瑞士國家隊隊長 有中場軟射 在德甲的硬朗攔截 我們當時阿仙奴很缺乏 一個防守中場 回手看回 其實加利沙家並不是純防中 但雲家將他放在防中的位置 亦因為他經常的拿牌 或者防守 令到停賽 令到大家對加利沙卡的觀感 後來對他的觀感 是不太好 直到2019年 當艾美利上場之後 2019年 大概第十輪的時候 對水晶弓 2比2那場球 加利沙家在大概60分鐘左右 被換出 當時全場 就討論他 討論這個隊長 當時離場的時候 大家討論加利沙家的時候 離場整件球衣 連隊長被槍也扔到地下 當時大家已經覺得 加利沙家來到阿仙奴的球隊 應該走到最尾 加利沙家自己也打算走 加利沙家當時有說回一件事 他說那場球 令他很傷心 覺得受到千夫所指 而且那場球是他爸爸媽媽也有來看阿仙奴的 所以他覺得自己在家人面前 被這麼多球迷去指馬 他覺得自己很難受 所以他做出了這樣的動作 還有完場球之後 他爸爸見到他 他爸爸也跟他說 是時候離開阿仙奴 所以 加利沙家自己也準備收拾行李 準備走 點了家當 羅馬當時也有一份合約給他 他打算暑假之後也離開了 正正因為當時的冬季 阿仙奴的戰績不太好 艾美利就要下場 先說回當時的2比2 其實加利沙家後半段的時間 艾美利上場後 其實阿仙奴的陣容是攻強手弱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加利沙家仍要打壓防中位 但是我剛才也說過 加利沙家不是一個純粹的防中 他搭著是根道斯 就是之前的年輕的法國年輕球員 艾美利的阿仙奴的球迷所說的契仔 接著是有尼古拉比比 所以中場的防守能力是比較偏弱的 很多責任都落在加利沙家 我之前也說過 許加利沙家作為中場最後一個球員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辦法 他一定是要出一些比較多的硬朗的籃子 令他拿牌偏多 稍後會再說回二年拿牌的歷史 亞迪特上場之後 亞迪特上場之後 亞迪特看中了加利沙家 覺得他一定要留在這裏 跟加利沙家說 不如給多半年時間 給多半年時間 看看在球隊裡有沒有變化 也想亞迪特將他自己的場演計劃 說給加利沙家 看 最後令加利沙家留隊 還有在《All of loving》裡 其實加利沙家也有說到 亞迪特的勸他留在這裏 也令他覺得不應該這樣離開 作為一個男人 他覺得應該要他自我救贖 我可以這樣說 還有他就說了家人 即是太太和兩個女兒的出生 令到他人成熟了 也反映到他在下半場的時候 我意思是下半場 意思是阿仙奴的下半場 上半場的仇三年 受盡阿仙奴球迷的不喜歡 通常當時聽到很多人說 球迷討論區就說 對價就賣 就是要賣掉了 到今天大家離開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最後一場球 大家是Failwell的加利沙家 原場75分鐘換出來之後 相信大家都會看 加利沙家 We want you to stay 搶這首歌 叫加利沙家留低 為什麼會特別說 因為這個故事 在我來說是很感人的 可能我自己的球迷閱歷不太深 我只是說阿仙奴 我未見過一個球員 低開高走 什麼低開高走呢 就是你來到阿仙奴 大家不太喜歡你 但在他離開的時候 是不捨得來的 我印象之中 可能會有 但也沒有加利沙家的反差那麼大 是 第一 你看到他 2019年的時候 被球迷噓 扔隊長避章 自己都打算走 到最後 今季 他打出了 九球七做工 打出了 一個 他在阿仙奴七年以來 最佳的數據 之後這樣告別 我覺得是一個編劇寫的劇本 很難出現的劇本 很難一個 去到三十歲球員 初初二十三歲來到的時候 大家滿為期待 但不自如期 打算要走 到最後一季 他打出了 是一個很好的數據 由來到看歐冠 到他來到之後 沒得看歐冠 爭前四 來到阿仙奴 差不多是 我看這麼多二十年以來 阿仙奴最黑暗的時期 他經歷了 到今季 帶回阿仙奴 重返競爭行列 重返去歐冠行列 重返去歐冠行列 即下季去打歐冠 而他離開了 我覺得這個故事挺勵志 以及一個男人的自我救贖的重生 即下半場 今季夏天 剛才也說了 加利沙卡 有九九七助攻 其中要說一說 阿迪達將他推前左中場 是一個非常之 可能有大家所說的 有加利沙卡的說明書 和柏提做了他的防守中場的主要任務 和新增高組織的左後衛內收中場 釋放了加利沙卡的前場所有的任何工作 即是他不需要太多參與防守 可以多些參與進攻 因為其實之前他在無信家拍的時候 或者我們阿仙奴最期待的是 就是他加強中場的攻援能力 當時當然是沙卡 無論是瑞士國家隊也好 在無信家拍的時候也好 或者在巴蘇爾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他有很多中場的入球 遠射 後上插合 但來到阿仙奴 在雲家的手下 無論是艾美利手下 他入球是偏少的 但他也有印象很深刻的遠射 例如曼聯的入球 對車路士入球 但他沒有今季的進攻能力 如果將他放在中場中 最後的防守屏障 你很難要一個防守中場球員 下下插入禁區 或者你去到禁區頂前已經是最盡 所以他的入球能力自然是沒有那麼多 但今季你看到吉利沙卡插入禁區 或者在禁區頂的位置是非常之多 真的多得於新增高和拍堤的幫助下 他能夠多些插入禁區 令到今季完全釋放了自己的入球能力 和助攻能力 有九球則助攻 我相信為何到今季 大家對吉利沙卡其中一個改觀的原因 和這麼喜歡他的原因 他在阿仙奴裏 以三十歲球員來說 他是一個 七年在阿仙奴裏 是一個很資深的老大哥 也看到他帶著一群年輕人 他不是一個隊長 但他做到一個隊長應該做到的事情 我覺得這也是很令到阿仙奴裏 球員 球隊裡面很多人很尊敬他的一件事 所以令到大家今次知道他要離開 也有點難過 不捨得 是一個原因 另外也要講講 他的自我救贖是在 拿牌那裡 即是今季的 阿仙奴裏 其實拿了四張王牌 是他職業在這七季裡 阿仙奴裏是最好紀錄的一次 好紀錄到怎樣 其實吉利沙卡在對上的六季裡 有六季 拿牌拿雙位數 即超過十張王牌 大家都知道在英超裡面 上半季拿五張王牌 要自動停賽一場 下全季拿五十張王牌 要自動停賽兩場 今年的曼聯的卡斯米奴 都告訴你 他也有兩季直接拿紅牌 所以基本上 沙卡每一季裡 都是要停賽的 都是有被停賽超過兩場 拿牌超過兩場 甚至其實有一兩季 是停賽三場 今季他只拿了 全季拿了四張王牌 這是他的紀錄上 他的自己的性格改變 或者他的踢法被阿迪達推荐了 令到他的紀錄上非常好 他可以全勤踢了阿迪達塞 他可以計算全隊裡出場率 在加比二龍沙卡之後 他是全隊裡出場最多的第三球員 今季他加尼沙卡代表阿迪達出場 比過往的六位多 亦令到阿西奴今季有這麼好的成績 加尼沙卡的功勞 即功不可抹 這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這裏 大家非常不捨得 我也說過 我未見過一個球員 能夠自我救贖 來到大家不喜歡這個球員 到最後 我見到討論區上面很多球迷都說 由當初罵到你走到今天不捨得你走 但我自己 其實我對阿西奧球員的容忍度或者量度是比較大的 只要我穿著阿西奧球衣 其實我也很喜歡他 我是沒有覺得他劈得不好過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他每次拿牌和回追 他也是有魯莽的 但我覺得整隊球隊裡面都會有火 其實我自己很少叫賣走一個阿西奧球員 基本上我印象之中我都是沒有什麼 我唯一覺得要賣走當時應該是奧巴美揚 甚至如果大家看看我以前做的《冰空想世界》也好 就是《阿西奧球衣天地》 其實我基本上都是阿西奧球衣 我都支持 所以我自己一直都沒有很不喜歡介里沙卡 我自己也是挺喜歡他 特別是現在 我去到《伊伊不捨》 到早兩集節目 我也有說過 就是不明白為什麼 到今屆他幫阿西奧重返歐冠之後 他要選擇離隊 不知道是否球會給他的合約 還沒有那麼滿意 而家庭原因 他太太也想回到德國 然後就是利華股上開足四連約給他 就是很多原因令到他離開 或者亦是亞迪特去另一個階段 就是亞斯蘭另一個階段 需要一個新的球員來 去中場球員 更加互利的球員去幫亞斯蘭去升級 所以就令到很多原因 就是格里沙卡又不想打後備 所以就選擇離隊 但是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離隊 可能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結果在一個高峰的時候離開 可能都是一個令大家更加懷緬他 或者不應該用懷緬他 就是他有今天的場面 即是有一個 If this is the end Failwell 格里沙卡 我覺得這個 都是很少看到這樣的場面 即是對於格里沙卡 如果說傳聞 傳聞大家都知道 就是敵力懷斯 就是大家所喜歡說的犯 是會說阿斯蘭的夏天第一收購 有傳阿斯蘭現在是董事會開出 給了一億八千萬磅的傳聞漁算 是未計賣球員收入 即是正支出給一億八千萬 阿斯蘭抗冠 這是英國傳媒所寫 不知道是不是 而敵力懷斯現在說 如果是傳聞市場 就是八千萬英鎊的新價 阿斯蘭有傳開九千萬英鎊 也說董事銜要求一億二千萬磅 其實在我自己來說 中場球員八九千萬磅 是一個天價 如果你說八九千萬磅 買前鋒 我覺得比較合理 中場球員 特別是如果你是防守中場的話 八九千萬磅 其實是市場上 差不多最頂級的球員 才可以去到八九千萬 如果過億的中場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貴的 但可能我也有些脫節 現在足球的球員身價 可能已經高得很急 比零鹹也要說一億二千萬磅 那你任何一個 譬如你懷斯要九千萬磅 我覺得沒有什麼表現 萬字都說 車路士要五千五百萬磅 六千萬磅才肯買 敵力懷斯 如果這樣看 現在的數據 是非常值的 這架英超 以中場球員計 以中場球員排名 攬折六十三次 英超中場球員排名第一 奪回球權三百三十四次 英超中場球員第一 帶球上前 七八零二次 英超中場球員排名第二 橙波成功 中場球員排名第六位 看他的數據 以防守中場來說 基本上是 比較完美的成績表 我可以比美 是早三季前的簡迪 當然 簡迪的覆蓋範圍比 迪麗懷斯強 以及簡迪的大球向前 我沒有數據 簡迪的大球向前 我相信沒有懷斯這麼多 我從我自己看球的觀感 如果我記得 我有幾集之前都說過 我自己是 早兩季 我自己玩FIVA 其實我英馬迪力懷斯 我自己是 我挺喜歡看英格蘭的年輕球員 我有說過 我喜歡麥迪遜 喜歡加利殊 我喜歡懷斯 一些英格蘭的年輕球員 霍頓 這些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英格蘭的年輕球員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還有他那個 球場上 他攔截得來 其實他不是用硬朗的 他不是很粗糙的 防守中場 他是 我覺得是 用腦的 踢球 一些搶回球球的 攔截 各樣東西 還有他那個遮線 各樣東西 你看到這個球員 是用腦踢球 所以我特別是 喜歡他 你看到他 今屆 雖然他在打 瑋斯咸 他都有這麼多例 當然大家可以說 你若隊打防守中場 或者你打防守的數據 他當然會好 但其實 未必 真的未必 正正因為他打弱隊 他要遮線 或者他要做多些防守的工作 會更加多 他有這樣的成功數據 我覺得是 出色的 亦都希望 如股 即格里沙卡 我相信都九成九離隊 如果 迪利懷斯來到 他可以完全 如果接下來的中場升級 我覺得 他會有一個不錯的配置 雖然兩個打法不一樣 大家可能會覺得 格里沙卡是8號位 迪利懷斯是6號位 你不知道 阿迪達會怎樣 將他推前 或者怎樣進化 或者打一個雙防中 會怎樣 但我相信 接下來 阿仙奴的中場 如果他來了 是會升級的 如果真的 現在會說 有傳過幾個 除了迪利懷斯之外 一直都說 卡斯道 我自己覺得 要用這麼多錢 去升級中場 其實我覺得 好像不太實際 大家覺得 中場又要買 賣了兩個 這麼貴 如果兩個買完 用完所有優算 前鋒不用買呢 中堅不用買呢 有後衛要不要買呢 我覺得 我不覺得 阿迪達買了 迪利懷斯之後 會買多個中場 除非 拍堤也會走 我覺得 你再買多個卡斯道 但是 我覺得 你一季裡 走了兩個重心的中場球員 我覺得又不多次 也不應該這樣走 你不是洗牌 阿仙奴不需要洗牌 不是要出去重建 要慢慢去增加 我覺得 中場球員 賣迪利懷斯一個 已經 像是 球隊 可以壓迫到的錢 當然 你說 買多個卡斯道 當然會開心 再買一個前鋒 當然會開心 也不像 但是 今年的阿仙奴 是有錢的 因為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今屆英超 阿仙奴的分紅 大概分到1億6千萬磅 電視分紅和獎金 接下來 加上 明年 有歐冠 最少 平均有8千萬英鎊收入 阿仙奴 接下來 下季 已經有2億多磅 收入 其實他的預算 一定比近幾年多了 相信 這兩年 他都能夠捨得 用大錢去買球員 其實今屆 我覺得 有機會 是會用到 超過1億8千萬磅 收入所有球員 看看 如果轉會的支出 譬如 會不會 泰奧尼會走 也會賣到 例如賣比比 賣到多少錢 發甲的巴洛根 可以賣到多少錢 會不會 湊夠數 今年阿仙奴的轉會費 可以 總支出 超過2億 令到 整隊球隊 可以有一個 板凳伸道的升級 可以 站穩前四 因為 接下來 整個轉會槍結束之後 我才敢說 阿仙奴下一季 展望會是怎樣 當時大家都想著 希望增監 但 接下來 阿仙奴近 六年 五季 還是六季 之後 重返歐冠 阿仙奴球員 年輕人 沒有踢歐冠 到接下來 下屆 踢歐冠 不知道在聯賽上 能否有一個穩定的演出 也有歐冠 阿迪達球隊的排位 接下來我們也不知道抽籤抽到哪一隊 都知道 我們很喜歡抽四王志祖 所以 到整個轉會槍結束之後 我才敢說 阿仙奴 接下來下季 那個 排名 我希望能夠 穩守前四 這兩年 可以 持續參加歐冠 球隊可以持續 建立球隊 增加板子深度 才去挑戰 英超的冠軍 好了 今集的節目 就到這裡 略略講完沙卡 也講了阿仙奴 迪力懷斯 一些數據之後 接下來 等到阿當勒回來之後 我會再跟他做節目 會講回整季英超的回顧 也會開始做一些不同球隊的回顧 以及一些展望 希望會做到曼聯 阿仙奴 阿普 車路士 幾隊 甚至乎紐卡蘇 希望能夠有時間做 下集回來再見 拜拜